2021年6月12号 一张照片上了热搜 照片中的这个男人出家前些修佛 眼前这个男人 他从一个小小的销售培训的导师 到创建了色彩分析 到最后的金牌主持 他就是性格色彩分析学大师乐佳 2010年底 一档全新的情感雷相亲节目 映入各位观众眼帘 《非诚勿扰》 镜头中的两个人就是著名的光头组合 他们一个犀利毒蛇 一个风趣幽默 他们就是乐佳和孟非 但是11年后 两人就走向了相反的道路 孟非继续留着《非诚勿扰》 乐佳不满足当一个配角 离开了舞台 有人把乐佳和孟非比喻成冰火两重天 乐佳是火 孟非是冰 当火离开了冰 自然是控制不住 很快乐佳就传出 在现场喝酒壮胆 然后破口大骂 骂金星太监 调戏谢娜等话语 以前大家亲切称呼乐佳为心理大师 后又叫乐佳是泼皮无赖 巧舌如簧的恶棍 可能因为太火了吧 导致他慢慢忘了自己的初心 于是慢慢的被娱乐圈淘汰 1975年乐佳出生于上海 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乐佳 就因为父母的工作调动 从上海到陕西生活 乐佳从小就是个激进大师 14岁的乐佳来到宁波独中砖时 他和别人打赌 输的人要踢光头 乐佳一口答应 结果乐佳输了 别人就是开个玩笑 结果第二天乐佳的出现惊艳到了别人 乐佳不仅踢了光头 还把眉毛刮了 还很享受这种夺人眼球的感觉 毕业后的乐佳被分配到了银行 但是乐佳这种人是坐不住的 很快就辞了职 做起了销售 察言观色的本事运用到工作中 让他变成了公司内最好的销售员 在乐佳19岁的时候 他回到了上海后 被雅方公司经理看中 于是乐佳变成为雅方公司最年轻的 销售培训导师 与此同时 乐佳认识了第一任妻子 这场爱情最终以离婚画上了句号 据坊间传闻是因为女家是负商 看不上乐佳 从此乐佳发誓 我一定要变得很有钱 我要变成一个成功人士 乐佳偶然之间发现自己在演讲方面的天赋 开始参加各种演讲活动 认识了一个台湾的情商培训师 爱诗学习 并因此进修戏剧专业 看了大量心理学书籍 因为乐佳知道自己就是靠嘴吃饭的人 辞去了高薪工作 回到校园中 并攻读上海阿姆斯壮大学工商管理学士 黄天不负有限人 乐佳的销售经验和口才 被全球最大的直销公司安利发现 并在全国进行了200多场的演讲 在之后乐佳为完善自己 又接触到了西方的行为心理学 他将人的性格分为活泼 完美 力量 和平 学成归来后 他创办了性格色彩研究中心 用绿 黄 蓝 红 只带四种性格 以不同性格来区分与之匹配的沟通方式 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性格色彩理论大受欢迎 30岁的乐佳就如同之前 给自己的承诺一样 成了国内培训领域的知名人物 事业一帆风顺的乐佳 但是爱情却不是 乐佳和第二任妻子离婚 据坊间传闻是因为乐佳一怒 两个人经常大吵大闹 2019年12月 节目制作人王刚 根据上头的任务 要求做一档相亲节目 王刚立刻想到了台风稳健的孟非 把他找来 王刚又想找一个心理专家 随着乐佳的名气越来越大 节目组也注意到了乐佳 邀请乐佳来担任节目嘉宾 主要负责情感导师的工作 因为乐佳表现欲极强 很适合这个节目 2010年1月 这档叫做《非诚勿扰》的节目开播 连着录了几期的效果不太理想 乐佳认为 这是因为自己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于是找到王刚表示 需要更改节目流程 让他可以随时插话 点评嘉宾的言行 乐佳说 我是皇帝心意里面的那个小孩 最大的功效就是讲真话 在乐佳的坚持下 在录制第六期时 王刚同意更改节目环节 这一改直接让节目效果成倍数增加 乐佳犀利的点评 孟非风趣幽默 让节目不再缺话题度 一举拿下年度综艺收视率第一名 《非诚勿扰》播出三个月 就跃升为全国现象级电视栏目 孟非和乐佳这对光头兄弟 又被人称为冰火交融 乐佳作为火情绪容易失控 喜欢和嘉宾起争执 每当这时作为兵的孟非 在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候 让现场降温 有一期节目 乐佳和女嘉宾许亚丽起了冲突 因为自己的哥哥被人伤害导致偏瘫 家里也穷 全家只能靠许亚丽来养 大家纷纷为许亚丽的经历 深感同情时 乐佳突然来了一句 没有哥哥的拖累 你可能会变得更加自由 听到这句话时 许亚丽脸色都变了 因为在许亚丽的心中 哥哥是自己的亲人 他不想让别人觉得哥哥是累赘 对乐佳说 我觉得你太不善良了 现场闻到火药味的孟非立刻 替乐佳解释 最后结束了双方的争执 在《非诚勿扰》播出到第三季 兄弟两人出现了裂缝 因为乐佳不满足他的野心 他想独自掌握舞台 于是乐佳离开了《非诚勿扰》 在此之间还被人抱 两人在化妆间因为些矛盾差点出手 站得越高时 越要凝视深渊 记住脚下的每一步 方能得长期安稳 但乐佳却忘记了这个道理 开始在节目中口无遮拦 甚至做出一些 令观众大跌眼镜的举动 2014年在录制《超级先生》时 他将谢娜揉入怀中 挑逗谢娜 好在谢娜机领及时闪开 否则就要被吃豆腐了 又在节目和宁静互私 嘉宾是体操选手董震 因为家庭的原因 让他最后错失奥运会 这件事一直都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宁静表示 人生有点遗憾很正常 乐佳听了大喊向宁静 你这是在伤害他 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最后还是在节目组的调停下 两个人才把节目录完 在超级演说家骂华少虚伪 如果说这一行为被称为节目效果 那在节目上饮酒 才是他形象崩塌的重要原因 在录制现场突然喝下一整杯白酒 骂金星奇太监 还对现场观众怒吼 还说了一句 不要再用这种眼光衡量我 金星回了一句 这哪是性情 这是撒狗血 乐佳发怒后 杜文涛也离开了现场 说了句 这个舞台留给你了 我也走了 从此之后 乐佳是慢慢没了声音 别人在翟天林微博评论 你睡了吗 而在乐佳微博评论 今天喝酒了吗 乐佳这一辈子都在研究心理学 也是希望能改变自己的火热 可惜最终还是败了 于是乐佳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出家 如今学佛的乐佳 可能已经找到了心中的那方净土 意识到了自己当初的错误行为 希望他能平静安稳地度过余生 乐佳的经历也是给世人的一个警钟 难道不是吗